媽祖的姓董是很新鮮的地方 你沒帶沒錢 家長跟小朋友 整個什麼在金銅玉露 這就是看起來好像 好像在裝那個人家屬人一樣 這事真的對媽祖姓董是很不尊重的 萬聖節即將到來 不少家長發揮創意幫孩子打扮 不過台中一名潘小姐 把自己兩個孩子打扮成金銅玉女 還拿著電子燈籠 跑到台中萬和宮 媽祖廟前拍照 畫面網上曝光後 引起大批網友炮轟 潘小姐緊急刪文 還親自跑到萬和宮道歉 並透過廟方發表道歉聲明 對此民俗專家廖大儀受訪 孩子冒犯神明此舉 恐怖下場 曝光了 善財隆女就是古代住今 就是觀樹印菩薩隨事的兩位 就是善財隆女也叫金銅玉女 那一般的人就把它塑造成 道教或是佛教的數位 就是說在輪往生的時候都會塑造兩位 隨事的人就是金銅玉女 那一般的人小朋友 他們的靈比較輕 靈異的靈比較輕 無緣無故去打扮成金銅玉女 好像裝鬼 好像屬人一樣 還拿一個電入 這是非常不宜 尤其在媽祖廟 注稱是媽祖的幸福 就已經太過火了 因為小朋友的靈比較輕 如果打扮這樣之後 這對小朋友 我會認為是不宜 因為小朋友靈輕之後 常常會做噩夢 順次他在長大的過程 一定會經常有靈異靈界的鬼魂來干擾 字幕君